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任后 首度访美在白宫和欧巴马总统举行峰会 讨论着安全外交和经济问题 虽然欧巴马很谨慎 没有在公开发言中对日本在调导争议表示支持 但安倍自己则在公开演说中 是再度表明了大玉台主权寸步不让的强硬立场 我们来看朝铃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与欧巴马总统 举行了两轮高峰会 有拜登副总统和凯瑞国务卿 以及日本外相岸田参加的第一轮峰会 重点讨论安全和外交议题 其中包括北韩和市和中日钓鱼台对抗 而第二轮的午餐峰会则包含了双方的财经官员 讨论的重点则是经贸议题 欧巴马与安倍一道简短会见记者时 完全没有按日方希望的那样 在钓鱼台问题上重申对日本的支持 他只是表示要对北韩和市做出强硬的反制 欧巴马不愿公开表态 安倍只好自己来说 他在华府一场公开演讲中强调 日本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容忍 任何人对钓鱼台主权的挑战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误判日本 捍卫钓鱼台主权的坚定的决心 我们下期待会讨论的决定